今天下雨欸 下雨更難爬了 我們現在要來檢查施裝架的牢固性 現在大概在北流中心的南基地 大概在五樓版的高度 我是陳怡璇 今年二十三歲 那我畢業於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我小時候其實是對設計有興趣 那就是有點誤打誤撞進入土木科 我是高中到大學都是本科系的學生 後來就到工具去實習 其實就會很好奇就是工具現場到底究竟是 要怎樣才能讓房子蓋起來 現在在瑞助營造擔任工程師 那我平常工作 在工地的部分我是規劃圖管組 會來現場的機會大概 每個禮拜可能只有一次到兩次的機會 但是我們過來的話 可能就是看看圖面上的問題 來跟現場做比對 讓工程師可以更了解 就是圖面上真正的狀況是長什麼樣子的 我們這邊是工地的第一現場 其實危險度來說 一定會比其他的行業高一點 我自己第一次走音架 我那時候走是大概是五層樓到六層樓的 一般建築物的高度 所以我就是硬著頭皮上去 因為上完音架之後會站在屋頂板上 自己都是有點不肯移動的狀態 就就算有移動也是很緩慢的 有點類似螃蟹走路的感覺 可是我不敢表現出來 因為這次是我的工作 其實在這個小小的空間 你要走已經是比較困難的 那包含音架上來跟下樓的那個 靜寬度都是比較窄的 在走音架的時候都是需要 就是很能橫的身體才能往下走 但是克服那個心態 其實我心裡就是覺得因為 我必須得上去 就感覺好可怕喔 歪歪的啊 因為在音架上是非常危險的 我們用這個扣環就是保障 就是工人或是我們自己的安全 就是你今天真的不小心發生什麼 比較意外的話 你至少是有安全帶可以保護你的 就是有時候我們可能工作需要上營家 或是一整天在工地裡面走來走去的話 這些都是比較需要體力的 那就也希望藉由健身來鍛鍊自己 健身前跟健身後的 就是身體上最大的改變大概就是 以前可能上去之後下來就開始會比較 體力上會比較 就是會身體上會開始有一些比較累的狀況 就自從運動之後 體力上真的變好 可能上下幾趟都 比較不會有這麼累 那其實最大的改變其實是心理層面比較多 因為在運動會帶來自己 就是排解壓力的一個管道 進入這塊工地 在打破框架這部分 我覺得就是大家可以做的 就是你盡可能去嘗試 就算你認為那個東西 你可能做不到但是你都可以去嘗試看看 如果假設自己也停留在那個 男女之間的刻板印象的話 你所能做的事就會變得比較少 女生在工作上相對會比較細心一點 對所以我們能發現一些比較 知細微的問題 在就是清理圖面的時候看到的一些 小標注啊那種東西是我們可以提出來 跟就是工程師們一起討論的 騎士的部分可能 我還沒有遇到這麼多 就是以職場上來說 男同事們對我其實就是也是很照顧的心態 對我比較遇到的是人家會 對於我的存在是一個疑問 像我剛進來的時候 也常常被其他人認為 喔是不是 會計小姐啊 可能是大家的刻板印象 會覺得在工地的女生就是 不會比較不會化妝 不會有那麼年輕的女生在這裡 那可能像因為我自己 平常習慣是會化一點妝上班 那可能也會被其他人會覺得 欸就是在工地上班還可以化妝喔 真的是我覺得那是自己 要給別人的一種散發出來的感覺 對就不代表說 我化妝就會影響到我的工作 那是我覺得那是 要給別人帶來的一種樣子 收穫的部分就是 我們這個行業的 就是在工程現場的起薪 大概是在三萬五左右 那因為我自己其實工作已經 大概有兩年的時間 每個月大概是四萬出頭 我覺得相對其他的科系 或是我這個年紀的人來說 薪水的部分是比較好一點的 在近幾年當中 會一直待在這個行業 我想要多看一點之後 再去往我們這個行業的 其他領域發展 其實營造業的男生是比較多的 公司的一些職務上來說 也都是以男生的主管比較多 那是因為我其實自己 所以夢想是希望就是 這行業女生也可以 就是可以打破那個框架 讓大家覺得原來女生在營造業當中 也可以就是有很好的發展 好囉 吃飯了嗎 還沒 先吃還是 先幫你弄好了 這個乾拌麵 對 全部三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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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的女兒 對 完老一定會啦 但是小孩子長大的時候 他既然做了這個行業對不對 就一定要這樣適應那個環境 是會擔心啦 可是讓我們很安慰的說 他很獨立 我們也是跟他講說 我們不會勉強他去做 你一定要去做什麼行業 你既然選擇這個行業 你自己要做得開心 然後一些安全問題自己要注意 他滿孝順的 假日啊放假會來幫忙 在這裡兩年的過程中 我覺得就是學習到最多 就是從一開始 學生剛畢業 帶著一些比較稚嫩的心態 來這邊上班子 有很多事情不敢去嘗試 不敢去做 像是 可能到比較高的營家上 是我以前真的 不太敢去做的事情 工作兩年之後 學習了很多就是不同的工種 那希望自己未來的日常生活 可以即時參與更多 像北的中間這樣 整治標籤的健安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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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是我們 汽車噴漆類噴漆類 很上進的楊婷玉 好來看一下 我們請院長頒獎 來看一下前方鏡頭 我覺得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我覺得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只是就是變成 多了一個就是同事間可以拿來說嘴的一件事情 就師父他們就很喜歡開玩笑啊 他們可能就會 啊你世界金牌怎麼這樣 怎麼做這樣子的東西出來之類的 國三的時候 快要考試 因為我跟家人討論過 跟爸爸跟媽媽 就討論過我以後想要念什麼科系 我就是確定我不想念高中 就是一整天 我沒辦法花太多時間的時間 坐在書桌前面 爸爸就有先跟我講說 他覺得其實女生念 汽車科不錯 爸爸本身也是念功課的 因為學的東西很多很廣 對而且他覺得就是 女生去學的話其實會蠻吃香的 對因為我也覺得我 練書練不贏人家 聽一聽他們的意見跟建議 其實欸他們講的也對啦 我高中的時候大我兩屆的學長 他們那時候在全國賽拿下前三名 老師他們就拿出來講啊 就是你看學長他們就是在全國賽拿到前三名啊 以後你要上大學就不用考統測 可以直接用這個比賽的成績推增 或者是既有真審就可以上大學 就不用再考統測了 哇 比賽可以上大學不用考試好棒 又可以上考大學完美 然後就想說 欸然後他們就會問說 欸那有沒有人想要當選手啊 還蠻多人的 大概二十幾個吧 那報名之後就有考試啊 然後考一考 欸我錄取了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公布成績的時候就在那邊哭超慘的 因為我們在學校練的時候就是一直練很多嘛 對 但是從沒想過我這樣比賽比試就沒過 然後我同學他們就嚇到就 你不要這樣啊 已經有一次失敗的經驗了 所以你接下來再失敗 你就會覺得 好啦好像好像也還好了 那再一次就 我沒有感覺了 因為已經正好心理準備就是 我比試應該會過了 我已經don't care你知道嗎 大部分是學一般修護的課程 那我們也有接觸板筋跟噴漆 還有汽車美容 都稍稍的這樣子 對 主要是一般修護跟汽車板筋 那噴漆有稍微接觸 那時候就 就真的覺得很好玩 因為我們 選公司也是要面試的 我們好像二三十個人報名 對 但是前面比試先刷人 還好我們被刷掉 我進來沒多久 然後我們就是經歷 他說要不要參加噴漆的比賽 我就說 可是我什麼都不會 然後呢 他就說沒關係啊 你那個 你就跟我講你要不要比 那就是 訓練的部分我會幫你安排 我先跟爸爸講 我不想要去一般修護 我想去噴漆 他就 幹嘛去噴漆 他就很激動 因為大部分人的刻板印象 就是停留在噴漆很多 你做噴漆 會找死 會得癌症 會有很多 就是職業傷害 原本他其實那時候在比全國賽 比完之後 後來比國手選拔賽二階 那時候他還跟我講說 不管有沒有贏我 我就比完就不比了 因為他知道如果他當當選國手之後 他就要修選 因為這件事情他還蠻難過的 哭著跟我講 可是我只跟他講說 我覺得 人生是這樣子啊 不要 不要為了怕什麼而 剛好有這個機會而放棄 那你應該要想辦法去投入 那這些經驗啊 對你到你未來啊 你去回想這些東西 你會很感動 再練國手了 那時候就是早上起床的時候 你的手就會 這樣 打不開 你就要把它 撐開 就是那時候拿研磨機 可能拿一拿 要放開的時候可能會卡住啊 對然後我那時候就有去看過 復健科啊 看過中醫啊 怎麼在手指上針灸啊之類的 然後來 回台中之後 我爸要帶我去看骨科 骨科直接 在我手上打針 所以打完就好了 在練習的時候 其實就會開始現實啊 可能會一直重複 一直來一直來 到了國際賽 其實已經不緊張 已經不在乎那個時間了 因為台灣的時間壓得更緊 我在比賽的時候 其實我也不會說 我一定要拿金牌啊 或者是 我一定要 怎麼樣怎麼樣 那時候的心情如何 那個時候 就是覺得很興奮啊 因為就是 沒有想過會拿金牌 OK 沒有想過 真的沒有想過會拿金牌 當初只是想說 拚個優勝就好了 結果意外拿到金牌 所以自己很訝異 師傅也常跟我講 你在比賽的時候 你就 好好的把你 該做的 做完 這樣子你比完賽 才不會再後悔說 為什麼我當初那個沒做好 讓你 就算到時候 你真的沒有拿到 你理想中的名次 你也不會覺得 你對不起自己 對 我對你回頭來看看 如果要你 你現在從台中的 一些水利面 你有想過嗎 就會跟他們說 就是你要 相信自己啊 相信自己你可以 相信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其實是 非常多的 就算你 influences 然後你就去賺錢 去拿金牌 像是追求你 那種天然 是 那種複製 你喜歡 那種複製 我終於想到 我是张丽君 开油坑车开23年了 我小时候就很喜欢买火柴和小汽车 做破梦车 长大迫不及待赶快去考驾照开车 像类似这样的小车 跑车我都很喜欢 到补习班去补习 先考上大货车驾照 再考职业大科车 多一次就考过了 85年的11月23号那天 进到中游这边开油罐车 油罐车它很特别 有时候像小朋友一看到 就会很快乐很惊喜地 比着我的油罐车 这点我就会觉得很光荣 尤其我很喜欢开车 油罐车这个驾驶室就是我的办公室 我是射手座 可是我做事情跟开车跟爱车的心情 就像处女座那么的龟毛 我已经下班了 我真的很疲倦了 可是我的车子没有整理好 没有擦干净我真的走不开 然后我会把它整理好 我才会放心地回家 才会睡得着 至今23年了 可是我一点都没有倦怠 我的热忱还有心情都很愉快 因为这个工作性质 我非常地喜欢 阿油罐车它 由我们的调度大人 他派车趟给我 因为这个中油的油罐车女生驾驶 全省才有才五个女生驾驶 我们算很稀少的 尤其还要罐油还要卸油 那罐油的部分会有罐装备 那个的重量是比较重的 这个还是需要体力 那会被质疑 女性的力量会比较不足 刚开始的一两个礼拜 我可能会肩膀比较痠痛 手也比较吃力一点 不过一个月下来 这些状况就都没有了 已经成为习惯了 我都会背一个背包上班 里面会装我需要的咖啡 不过只要稍微要注意一下 应该就不会有问题 我已经把这个油罐车当成是我的自用车在使用 所以一点都不困难 87年的车型地下道的大车祸 自用小课车 当时里面有五个乘客 然后因为喝酒 就冲到我的车道来 我当时刚停完红灯起步速度不快 不过我看到他从对面飞过来 那真的是飞过来 他从我的车头冲过之后撞到墙 然后就翻车了 可是我车子因为有一点点的碰撞 所以也变形了 门打不开也出不来 我就是右边膝盖这边有一点碎掉 所以那时候是撞到这个肝脏 它有流血 还好没有开刀 那不过15天的期间 因为痛到不能呼吸 所以还能活着就好 没有影响我 我太爱这个工作了 是的 会牺牲一些陪伴家人的时间 对家人很抱歉 先生他也是跟我一样 都是从事运输的工作 所以都很体谅 就是我的这种工作性质 那小孩还很小的时候 是由公公婆婆在帮忙照顾 陪他的时间就是放假的时候 那他也来坐过油罐车 所以要让他看到妈妈是这样在工作的 妈妈的工作是这种场所 所以他会体谅 他结婚那天你才开了观察 所以儿子结婚这件事情 你是当天才知道 妈妈只有40分 工作80分 那会后悔吗 不会 因为这是我的人生 我要为我的人生负责 这个是一种成就感 然后我觉得 我喜欢的是那种被肯定的感觉 应该在我的体力 可以负荷允许的情况之下 我会一直做到退休 我会一直做到退休